在嘉義有一名以麥克好地瓜為生的男子 因為貧困的關係 所以他四個小孩是交由市府安置的 但不曉得為什麼原因 他居然還要幫朋友來撫養一名八歲的女兒 昨天他跟妻子到市府要幫女童 辦理安置手續的時候 這名男子居然情緒失控 當街拿刀自殘嚇壞了好多人 原警接獲通報 嘉義市政府有一名男子情緒失控 隨即趕到現場展開對峙 想到對方卻突然拿起菜刀 往自己的著手猛喊 男子被警察壓制在地情緒失控 手臂上還不斷的流血 整個地板都可以看見斑斑血跡 老婆抱著兒子在一旁哭勸了好久 男子才終於願意到醫院接受治療 這名臨性男子平時以賣烤地瓜為生 自己明明已經有五名小孩要養 卻還答應入獄的朋友 幫忙照顧對方的女兒 不過最近女童卻經常做出偷東西的脫序行為 男子就認為都是因為自己沒能力賺錢 才會讓家人過得那麼辛苦 加上喝酒之後才會情緒失控 然後我今天就是要來拜託莊小姐說 能不能幫她最後一次的忙 幫她申請補充她去租房子 男子送醫後沒有答案 情緒也已經恢復穩定 社工介入輔導之後 男子答應會重新振作 不再讓家人為她擔心 記者賴聲宏你之前嘉義報導